一位15岁的爱尔兰少女 在马来西亚冲军中离奇失踪 随着案件的调查 越来越多估计的事情开始出现 所有的线索相互放弃 真相越来越好 大家好 这里是气温观察室 我是长风 在2019年的马来西亚 发现了一起离奇的失踪案件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 在进行了10天规模宏荡的搜索之后 女孩出现了 可案件却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如今 这依旧是一起悬案 对于真相的判断 你在看完之后 或许就会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就跟随我 穿越到两年前的马来西亚 梳理案件的细节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 地处东南亚地区 距离中国比较近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组成中 有超过20%的华人 首都是吉隆坡 在距离吉隆坡不远 有一个叫森美兰州的地方 她在马来语里面是九个州的一次 今天我们讲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这里 诺拉·安尼·奎林 是一位15岁的小姑娘 母亲奎林是爱尔兰人 父亲塞巴斯迪安是法国人 所以诺拉是个混血 她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还有个弟弟和妹妹 一家五口一直生活在英国伦敦 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2019年8月孩子们放暑假了 一家人决定来个维系两周的度假 地点就选择了一个 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不远的一个度假村 杜松生态度假村 位置是靠近森林保护区 虽然只有7个套房 但每个套房都配有宽大的阳台 泳池以及烧烤场所 周围还还生着茂密的森林 环境非常好 在附近的森林散步 甚至可以看到野生动物 所以对于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人来说 这里确实是绝佳的度假场所 8月3日 这天是星期六 诺拉一家从伦敦坐飞机处罚 10个多小时之后 他们降落到来西亚坡机场 然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出租车 赶到了杜松度假村 并顺利办理了入住手续 他们入住的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一家人都住在二楼 需要经过一个旋转楼梯上去 诺拉和弟弟妹妹住在一个房间 父母则住在另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只有几米的距离 下午5点左右 一家人在度假村附近散步 三个孩子显得异常兴奋 晚上10点 一家人准备好好休息一晚 养足精神 第二天继续玩 可谁能想到 这看似美好的度假 却成了这个家庭的噩梦 8月4日早上8点左右 父亲率先起床 当他来到孩子的房间时 发现15岁的诺拉并不在房间 而楼下客厅的窗户竟然大开着 他明明记得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关好了窗户的 今天又是第一个起床的 这让他意识到 事有蹊跷 果然在屋内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诺拉的身影 家人赶紧报了警 马来西亚警方得知 是个外籍旅客失踪 立马就派人赶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检查 房子没有入侵的迹象 诺拉虽然是和弟弟妹妹睡在一起 但一个12岁 一个8岁 他们都表示晚上睡着了 没注意到什么异样 另外 房子内也没有什么物品丢失 大门完好 唯一可以出去的地方 就是客厅那上被打开的窗户 可奇怪的是 窗户旁边没有任何脚印 15岁的诺拉 好像是在晚上睡觉期间 突然消失在房间内的 这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警方暂时也没有方向 目前能做的 就是赶紧找人 和仔细地 侦查宣查 诺拉失踪的地方 是位于森林保护区附近 这里到处都是茂密的山林 所以搜索难度 可想而知 但由于这些案件 牵扯的关系比较复杂 诺拉的父亲是法国人 母亲是爱尔兰人 而他们家又一直生活在英国 所以英国 法国和爱尔兰 都对这些案件 基于了极大的关心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马来西亚警方 不得不重视起来 于是 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开始了 当地警方 联合消防和救援部门 对多家村附近的山林 进行了寻找 从现场来看 诺拉只能通过 那扇开着的窗户 离开多家村 离开的方向 也只能是附近的山林 可警方 连个脚印都没有发现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搜索队伍当中 并配合直升机和无人机 以及热成像设备 民防部队 警犬部队 潜水员 以及当地的一支 有森林追踪技能的土著部落 组成的特别警察小组 也加入了进来 搜查人数达到了350人 他们对附近的水塘 草地等复杂地形 都做了仔细的检查 对多家村方圆6公里的范围内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可依旧是毫无收获 甚至到最后 当地的传统萨满祭司 也进行了某种神秘的仪式 用来寻找诺拉 结果也是失败的 在搜救部门进行搜救的同时 警方在诺拉失踪的地方 也有了一些发现 线索一 指纹 在诺拉的房间 发现了8枚指纹 其中有4个样本不足 无法提取 在成功提取的4枚指纹当中 有一个是属于诺拉母亲的 另外3枚指纹 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进行了大范围的匹配 可遗憾的是 并没找到匹配的人 很可能是之前的游客留下的 线索2 窗户 那上被打开的窗户 诺拉的父母之前 就向多家村的老板提过 说窗户坏了 无法从里面锁杀 从外面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 不过在窗户外面 警方并没发现脚印 窗户上也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线索3 度假村的安全 警方询问了多家村的老板 老板表示 当天夜里 度假村非常安静 晚上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而且 如果用陌生人接近 他娘的狗肯定会狂吠 而事实证明 整个晚上 狗狗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板承认 罗拉所住的房子窗户 确实可以从外面打开 但他无奈地表示 自从度假村建成11年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人闯入或者是偷窃事件 所以整个度假村 也只有在入住的接待区有监控 8月5日 基于这些线索 当地警局局长表示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存在违法行为 但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 对于这个发言 诺拉的父母并不认同 他们表示 孩子一定是被人绑架了 因为诺拉是个特别的孩子 她患有一种 全体脑机型的疾病 大脑无法正常发育 虽然她已经有15岁了 但实际上 她只相当6岁左右的孩子 她的语言交流有限 只会写几个字 而且很害羞 对家人有强烈的依赖 对陌生人则非常害怕 她对新鲜事物 基本上没兴趣 更重要的是 她只能独立行走几米的距离 长时间的行走 需要靠别人的帮助 还有一点 诺拉的鞋子还在 衣服也只有内衣不见了 看起来她失踪时 只穿了一件内衣 诺拉的父母经过了仔细的回想 记起了 在诺拉失踪的那些夜里 确实有听到低沉的说话声 好像是有人带低声的耳语 而且是有两个人 但因为当天他们实在太累了 再加上根本就没有想到 会有犯罪发生 所以没有留意 很快就睡着了 父母提供的线索非常关键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诺拉很可能就是被人绑架了 但奇怪的是 一直没有人来索要赎金 也没有迹象显示 有外人闯入过房子 马来西亚警方是一头目水 警方意识到一个问题 像诺拉这种情况 对那些搜救人员应该也是惧怕的 万一她刻意躲着搜救人员 就更不好找 所以警方让诺拉的母亲 漏了一段呼喊诺拉的声音 然后搜救人员用喇叭在森林里面拨 结果也是没有用 而十分善于对宗的警犬 在这次搜救中 竟然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警犬一离开多家村的房子 就会失去方向感 警方表示 这种现象说明警犬没有发现诺拉的气味 这点只能说明 有什么东西让诺拉的气味消失了 2019年8月13日下午1点57分 此时据林多拉失踪已经有10天了 当地一支徒步俱乐部的志愿者们 终于有所发现了 在处峡谷中的小溪附近 发现了一个小女孩已经没有了呼吸 志愿者们不敢轻举妄动 第一时间通知了搜救队伍 当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第一感觉是非常奇怪 因为此处距离多家村并不远 只有2.5公里 警方的搜救队伍 前几天刚刚搜索过这里 当时并没有看到人 警方将女孩送往医院的同时 也通知了诺拉的父母 赶往医院确认身份 此时诺拉的失踪案 早已经是举国截职 英国、法国、爱尔兰 都在紧密关注 所以当诺拉的父母赶到医院的时候 这里早就已经等待了 大量的媒体记者 经过诺拉父母的确认 这名女孩正是诺拉 根据第一个发现诺拉的人所说 发现诺拉的时候 她并没有穿任何衣物和鞋子 也没有被任何书业覆盖 诺拉以双手抱头的姿势 躺在那里 看起来像是在睡觉 只在手臂上看到了一些划痕和瘀伤 还有一个奇怪的点 附近没有发现脚印 除非诺拉是在小鞋的水中走过来的 否则必定会留下脚印 经法医的检查 最终确认 诺拉是因为十二指肠溃疡 并发穿孔 导致上消化道出血 从而去世的 说通俗一点 诺拉是因为饥饿 或极度紧张 导致其体内出血 从而去世的 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四天前 没有被性侵 身上也没有绳子的裂痕 或者是被打的痕迹 体内也没有任何药物残留 更奇怪的事 像指甲内 或者是头发内等等 这些极容易残留线索的地方 都没有任何发现 诺拉的身上 非常干净 法医的检查结果 让这些案件变得更加诡异了 如果说有人故意将诺拉带走 那么这个人 未免也太神秘了吧 在多家村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也就算了 在复杂的森林里面 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基于这些调查结果 当地警察局局长表示 整个案件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诺拉是被绑架的 也没有人所要赎金 因此他们认为 这并不是一起刑事案件 是诺拉自己爬出窗户 然后不小心误入森林中 最后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死去的 这个结论 遭到了诺拉的父母的强烈反对 他们坚定地认为 女儿就是被绑架的 原因还是和之前一样 诺拉走路都不方便 怎么可能在地形复杂的森林里面穿梭呢 再说了 发现诺拉的地方 明明是前几天才疏过 被发现时又死去了四天 所以很可能是有人在诺拉去世之后 故意将它放在那里的 马来西亚警方前后一共找了64位证人 可都没有证据证明 有绑架者出现 这起案件的情形 不由让人们联想到 2007年发生在葡萄牙的 马德林失踪案 当时三岁多的马德林 也是在睡觉的时候 莫名失踪的 现场不仅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后来同样是一直没有找到嫌疑人 因此在马德林的案件中 其父母曾经被列为嫌疑人 那回到诺拉的这些案件中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 任何有第三者出现的线索 又是身处偏远的度假村 所以就不少人开始怀疑 诺拉的失踪 很可能就是她父母干的 在这起案件当中 确实有些点很难说清 首先 警方找到了一段监控视频 诺拉在机场 可以拉着行李箱 走不少的距离 这很明显 跟诺拉父母之前的说法 诺拉只能独立行动 几米的距离有矛盾 其次 如果有绑架者出现 即使他们装备精良 身体强壮 但是对于齐区的山路地形 还要带着一个15岁的孩子 想要在如此大规模的搜索队伍中 完美地躲藏6天 并且不留下任何线索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还冒着危险 将诺拉松回小溪旁 这也是解释不通的 最后 假设有当地土著 熟悉山林 可以做得在房子和山林 不留下任何线索 可为何警犬 完全找不到诺拉的气味呢 而警犬闻的衣物 是诺拉父母提供的 顺利这些疑点 演变到后来 出现了更加天马星空的猜测 诺拉的父母 是故意带三个孩子 来马来西亚 这个靠近森林保护区的 偏远地方度假的 目的就是因为这里好下手 而父母的作案动机 就是因为诺拉的疾病 成为了他们的负担 于是就给诺拉买上保险 然后在这个靠近森林的度假村 将其丢弃 如此 他们不仅能够摆脱负担 还能获得巨额的保险配偿 不得不说 这些猜测很有想象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诺拉的父母有参与其中 由于此案件依旧存在太多疑点 所以警方对诺拉的遗体 进行了第二次的事件 这次英国病理学家认为 不能完全排除被性侵的可能性 但是除此之外 便没有更多线索了 最终 法院再次给出了结论 结合50名目击证人的证词之后 排除了他杀 自然死亡和自杀的可能性 诺拉很可能是 独自离开小屋后迷路了 他的去世可能是死于不幸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直接推测有第三方残余 那将违反办案职责 因此调查到此结束 从法律上来看 地域案件已经历了结果 但是对于关注这些案件的人来说 地域案件并没有结束 因为当中还有太多无法解释的疑点 甚至有人还将诺拉的死 与循环故事联系在一起 根据一些当地人的说法 地片森林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被称为精灵 说是精灵选择了诺拉 然后将其灵魂给带走了 这个说法反正我是不行 基于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无人得知 也许也只能交给时间了 好了 以上就是爱尔兰少女的失踪事件 如果喜欢看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下一次更新了 我是成风 我们下期再见